换句话来讲 股票价格已经这么低了 怎么可能还放两边跑 只能往上跑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完全是个人观点 我今天咱们不要引起任何的误会 个人观点 我就是有点像08年底的情况 08年底很好玩 08年底我到处鼓吹 我说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 我当时碰到企业家朋友们 在清华 我跟他们讲课经常讲 我说08年底 11月12月的时候 我经常政府号召我们搞消费 但是我要对你们腰包负责任 你们暂时不要消费 企业家们 你们暂时要把利紧裤腰带 把这个钱投到股市 你现在想买汽车的忍一忍 忍个一年 能买两辆汽车 确实后来发生 确实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形势 完全是个人观点 我再强调一遍 个人观点 不要夸张 完全是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形势有点像 股市的形势有点像 08年底的那个情况 是吧 就是条件在逐步逐步逐步的具备 是吧 改革在不断不断的探讨 在推进 是吧 这个股市 说到这 必须要谈谈国际形势了 谈谈中国 谈谈求稳 所以中国情况是 稳中有变 好吧 稳中有变 有稳子当头 但在稳的这过程中 有微调 有变化 股市的改革 有变化 稳中有变 好 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跟股票 跟股市又结合了 是吧 从股市我谈到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是乱中有稳 2012年 乱 乱子当头 对吧 我这个不用解释了 乱子当头 但乱中有稳 乱体现在两件事 第一件事 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绝对是今天 经济和金融动荡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乱 确实是乱 因为欧洲这个形势 非常复杂 出来的消息也很多 每个月开一次峰会 欧洲领导人开峰会 财长也是每个月 甚至于每几个星期 就开一次聚会 是吧 各种各样的消息都出来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 乱中有稳 欧洲的形势 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像很多媒体朋友们 像很多分析家 所讲的那样子 一片漆黑 我再强调 这个观点可能和 我猜 可能和郎贤平 可能跟叶坦有所不同 无所谓 咱们观点 咱们讨论 就是不影响个人关系 我再强调 他们可能是稍微 我不知道 我没听 是可能比较悲观的 什么 跟郎贤平一样吗 那太让我失望了 我觉得 乱中有稳 稳定 是在稳定 欧洲走向稳定 我的观点 欧洲没那么悲观 我讲几个理由 先从 咱们从大到小 好不好 我喜欢从大到小 讲 称大大格局 欧洲大格局是什么 欧洲的大格局是 德国人 我刚刚讲过了 德国人是欧洲的老大 八千三百万人口 中流砥柱 经济是最强悍的时候 现在德国 德国是欧洲政治经济 一体化的最重要的推动者 也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德国 不要小看德国 今天德国如果从广义上讲 它还应该包括部分的波兰地区 部分的匈牙利 都是当年的德国 都是德国 德国人 德国人赶上了好时候 这个时代 我说这个时代 不光是中国的民族复兴 我看也是德国复兴的时代 德国人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终于赶上好时候 应该感谢一个人 感谢谁 德国人你跟他聊天 德国的知识分子 你稍微聊聊天 他们最后都跟你告诉你 感谢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 苏联的前领袖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话 英国人 美国人 绝对不允许德国人搞统一 不允许他搞统一的 英国人说的很明白 咱们都知道 名言 这是丘切尔的名言 我太喜欢德国 太热爱德国 我要搞两个德国 不能搞一个德国 因为德国一统一之后 绝对在欧洲是大称霸 绝对是称霸 厉害 德国是改变世界格局的 那么推动欧洲市场一体化 推动欧洲政治统一的最大受益者是德国人 他是老大 从地理位置到经济实力 到人口 都是德国 到他的影响力 你看匈牙利 捷克 荷兰 瑞士 奥地利 这一片都是类似的文化 都是德国文化 我讲这个话稍微一遍 你当然有漏洞 你们可能懂 你这个部队可能细节 我讲大格局 大格局就是德国的文化 德国的影响圈子 所以只要德国人坚定不移 要搞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 那么欧元就不会出现崩溃 这是我的观念 这可能跟很多人观念不一样 很多观念都不一样 尽管德国可能很多 一些小百姓可能不理解 德国的精英阶层 我向他们是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对这件事太重要了 这是讲的根本 讲的根本 那讲具体一点 讲具体一点 欧洲现在是经济 没有想象那么糟 欧洲是三大 三个世界 欧洲这个里面分三大块 第一块 我就不重复 点到为止 欧洲 德国 德国 瑞士 荷兰 经济现在是好而又好 经济好而又好 我在讲 为什么德国人经济好 德国人两件事 德国人两件事抓住了 第一件事改革 德国人过去十年以来 一直在搞改革 一直在搞改革 尤其是劳动历史上的搞改革 德国的劳动历史上 以前也是很僵化的 以前也是工会力量很大的 过去十多年以来 一直在下狠心整顿 这次达国斯世界经济论坛 碰到他们德国的一个 碰到一个西门子以前的老总 我们内部小会 谈到欧洲情况 老兄非常的 非常的情绪激昂 他说我们幸好没有听美国人的 美国人说今天让我们放弃制造业 搞服务业 搞金融 我们坚持 我们就是搞制造业 我们那时候 他说我是痛不下决心搞改革 我是一个一个工厂 一个一个工会小组跟他们谈 让工会放弃他们的一些权利 让工会跟企业家 共同承担风险 以前是不允许 工资不能降 工人也不能解雇的 但是我是一个一个搞改革 很困难 现在终于改革成功了 幸亏没听美国人的 现在我们德国人 今天要感谢改革 这是第一件事 刚改革还不用 还不行 还有一个事抓住了 感谢中国 真得感谢中国 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 给德国人带来很多商机 消费品就不说了 什么宝马奔驰 这个都知道 这个咱们就不提了 德国人七分之一的就业是汽车 七分之一的就业跟汽车有关系 跟汽车制造有关系 很多的非德国的产品 像沃尔沃 或者是什么日本汽车 里面很多部件是来自于德国的 你不要仅仅以为是德国品牌 很多部件 关键部件是德国的 除了这个之外 中国经济还有另一个方面 是依赖德国的 是把德国经济拉动的 就是大家 你们这些企业家里面 尤其是搞高科技的 你们的很多设备 德国生产的 很多工业设备 工业设备 是德国人搞的 德国瑞士搞的 所以中国制造业的墙 它的背后跟着是德国人 而且它的搞工业设备的利润空间 利润力比咱们在第一线 搞产品还高呢 垄断呢 垄断 这个里面的利润非常高 搞制造业 你们可能懂得一个道理 我也误出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越是被大家追捧的产品 往往利润不见得高 或者行业吧 比如数码相机 比如这个平板电脑 这些大家很热门的产业 可能竞争是非常激烈 利润率是很薄的 但是那些大家不知道 听不明白的一些产业 那个里面是蔫发财 偷着乐 那个里面竞争少 那个里面有保护 进入的壁垒 这个里面的利润是非常高的 就是包括制造业背后的 各种成套设备 那里面的发财 它是很厉害的 它这个利润很高的 德国人厉害 好了 这是欧洲第一集 德国 得以去 得以去吧 欧洲第二集 另一个极端 就是希腊 葡萄牙 这些经济里确实可怜 确实没什么竞争力 确实不行 除了旅游 除了一点农业 除了码头运输等等 确实没有很大的 是没有基础竞争力 这些国家 怎么办 这些国家 德国人提出 要搞德国人自己的马歇尔计划 知道马歇尔计划吧 二战之后 美国人为了帮助欧洲 希望欧洲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希特勒 给欧洲人提供的援助 实际上受益者是美国 因为美国人给欧洲人提供的 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 最后又是买了美国产品 对不对 都是买了美国 所以德国人现在搞 要援助希腊 要对希腊搞马歇尔计划 有可能 因为希腊小地方 小地方 那么小的经济体 给点钱就能够把它给扭转过来 所以这是这个集不说了 欧洲中间还有一集 我想强调 这跟大家很有关系的 是有一批国家 在这两个之间 经济情况实际上相当还是不错的 意大利 以意大利为代表的 意大利是什么情况 意大利这个地方 大家有误解 可能误解很多 首先这个误解是什么呢 意大利的财政情况 并不差 并不差 意大利的财政怎么不差 我讲一个数字 你们就知道了 意大利的财政盈余 你仔细算 你要把意大利的政府 用于还债的付利息 还利息那个债 那个钱给刨除 如果把这个钱刨除的话 意大利政府的财政 是有正的盈余的 是财政盈余的 经济学里叫基本财政赤字 基本财政赤字不存在 有基本财政盈余 那么付利息这个钱 这个钱当然现在很多 这个钱是跟资本市场走的 如果资本市场相信意大利的故事 如果这个利率 对意大利国家利率 能够下降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钱就下去了 对吧 所以意大利本身的经济的基本面 并不差 并不差 意大利经济基本面并不差 再讲一个道理 意大利这个老百姓 非常聪明 跟中国有点很像 很聪明 都是其老百姓 居民储蓄率欧洲第一 家庭储蓄率欧洲第一 但是偷税漏税 不喜欢 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政府 意大利人不守规矩 不相信政府 信不过政府 偷税漏税 家庭储蓄率低 不愿意交税 但是愿意买政府发的国债券 长期以往 都是政府财政赤字 长期以往 政府发国债券 通过发国债券的方式 来获得百姓的支持 实际上发国债 发国债在正常情况下 发国债就是国家的一个 国家获得老百姓的 发国债就是国家从老百姓收税的一个方式 国债 发国债 因为国债利率正常情况下是很低的 是低于 低于 同期的 其他的企业的利率的 所以国家是通过发国债的方式 是赢得了 赢得了一部分财政 赢得了财政的支持的 所以 意大利的人是 这方面他不差的 他有钱 储蓄率很高 愿意买国债 这是第二个方面 就是老百姓 第三个方面 意大利这个地方 它是有产业的 有技术的 有品牌的 意大利 意大利平均的 每一个企业的就业率 是多少人呢 三个人 有大量的中小企业 有大量的家族企业 是有争获的 有获的这个地方 有获的 有故事 有获的 这个意大利 是吧 我想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讲两个推论 一个推论 我们的企业家 咱们要关注意大利 在他当国际金融市场 对意大利不看好的时候 很多的技术 很多的品牌 很多的企业 倒是应该值得我们去盘活 拿过来用 绝对 我不是说这个 绝对不是欧洲 不是救助欧洲 我就说 咱们缺什么补什么 到意大利去 因为我们缺的就是 我们缺的往往是意大利 容易有的东西 对吧 我讲一个例子 丝绸 丝绸啊 中国的产量 当然世界第一了 丝绸对吧 主要集中在浙江 咱们有浙江来的企业家吧 咱们浙江丝绸 可是中国的丝绸 比意大利可差远了 这个你们的女士们 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家一条丝巾 卖那么贵 咱们的丝巾 卖几分之一 是吧 都卖不出去 是不是 差的是什么呢 肯定有些合成技术 我猜啊 可能应染 设计 品牌 等等等等 那你身材好啊 这张企业家 为什么不去意大利呢 为什么不去跟别人合作呢 为什么不去跟别人 搞并购一些品牌呢 买一些技术呢 太重要了 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是吧 平时人家不愿意跟你合作 现在你去了 有啥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讲 这是第一层意思 可以去运作 第二层意思就是 意大利这种地方 如果他真正能够承诺一部分改革 那么如果这个金融市场相信意大利的故事 这个 他的这个收益 国债的利率会下降 一旦国债利率下降的话 意大利政府财政就能盘活了 就能够慢慢走出它的困境了 所以我想讲的这是 就讲意大利情况 那么总的说来 欧债危机 我的判断是这样子 我的判断是欧债危机今年到年底 很有可能出现一个 基本上出现一个解决的方案 到今年的年底 就开始 基本上开始走向稳定 不是说恢复 恢复还差得很远 基本上开始稳定 稳定 只跌 只跌上扬了 我是这么有判断 但是尽管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可能还会折腾 还会各种信息出来 到年底差不多 那么关键是三件事 咱们看三件事 三件事是关键 第一件事 是欧洲这些国家 要有一个基本的改革的方案 这个改革的方案的核心 就是要承诺 在未来一段时间 各个国家不能够搞财政赤字 不能搞无边界的财政赤字 财政上要加强纪律性 这么一个方案 这么一个改革方案 应该说差不多已经可以出台了 去年12月底 去年12月份基本上就搞定了 但是英国人不同意 英国人捣乱 英国人害怕 反正这个故事很多 英国人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 英国人害怕欧洲大陆在财政问题上 达成一级协议之后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转向英国了 就是要对金融交易进行限制 下一轮改革方案 英国人自己 他的金融交易 英国人是高度关注的 英国人不希望的金融交易收税 所以有自个儿的小算盘 但这种小算盘 我想无法持续 今年应该说欧洲首脑们 每一个月开资会到年底前 应该能够出台一个改革的方案了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当今世界不差钱 差的是承诺 讲一个例子 英国 英国财政情况比意大利差远了 英国到2015年 到了2015年 他把基本财政市值降到2% 英国财政情况 其实上比意大利差 但是英国人很聪明 英国人会忽悠 英国人搞了一个改革方案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削减财政开支 我们有一个路径 我们要削减财政开支 因此资本市场 相信英国 英国的国债券 英国财政部的人跟我讲 我没核实 我转述他们的陈述 英国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告诉我 说英国政府的国债券的收益率 现在是过去三百年以来最低的 最低的 你看看 现在财政情况这么糟糕 还有这么低的收益率 所以我想说 这个世界不差钱 这个世界差的是改革的承诺 金融市场 只要你能有一个可信的改革的故事 资本市场愿意投入到 这些意大利的国债 所以第一件事改革承诺 第二件事欧债危机 咱们看见是什么 就是短期的资金 短期的资金要到位 短期资金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现在要捐步到五百亿 远远不够 还要增加 英就是EFSF 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第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IMF也要增加它的钱 现在大概三四千亿水 三四千亿美元这个水平 至少翻一翻 是吧 这两个机构要给钱 为什么给钱呢 给钱的目的就是说 告诉资本市场 不要恐慌 如果你们不想买国债 我来买 有了这个保障之后 国债的投资市场 投资者就放心了 所以通过这个 短期资金的 这种防火墙的设置 让资本市场放心 这是第二个钱 第二个件事 第三件事 像希腊 像希腊这种国家 得有一个方案 马歇尔计划也好 减免债务也好 得有方案 这三件事到位的话 欧洲的债务危机 就有可能出现曙光 其实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已经发生了 我就不说了 就是欧洲央行要配合 欧洲央行不能像过去那样子 还仅仅盯着通胀的目标 欧洲央行 其实7年12月份开始 已经松动了 已经说 他们愿意给 所有的欧元区的商业银行 给贷款 如果欧元区商业银行 由于买了欧债 而欧债价格下降 出现亏损的话 他们愿意提供贷款 欧洲央行给商业银行提供贷款 这个方案很重要 这个方案出来以后 你看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 大概连续三次 我统计的不准 连续三次 国际信用平均机构 给欧洲十几个国家 信用国债降级 降了以后是什么情况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资本市场降了没有 没降 最近这一个半月以来 欧洲的全球的资本市场表现很好 抗跌了 抗衰 一边信用平均机下降 另一边市场还涨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 我忘了是 是在一月 我都忘了 十几号吧 有一次降级 我们过春节 我们春节前 我们都没注意它 大规模的下降 降了以后 第二天早上一开始 欧洲市场还上涨 为什么 他们不怕了 他们有欧洲央行的承诺 所以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今年应该说 欧债危机 应该能够出现一个转机 所以动乱 这个乱是出现的 但是乱中有稳 全都在乱中 都在乱